早上台北右震连续三天狂摇 民众胆战心惊 18号下午的台东大地震 让台北101大楼的阻尼器 再次出现大幅度摆动 阻尼器是剧烈摇晃 大约摇动了1分30几秒 才慢慢停下来 但网路上一段101大楼影片 吓坏不少民众 只见台北101大楼左右摇晃 大楼几乎呈现波浪状 恐怖的摇摆 整栋大楼几乎快要折断 片长短短8秒却不是真的 台北英零英官方脸书粉丝专业 在晚间9点多发出公告 澄清影片内容与事实不符 虽然网友恶搞的假影片 但是台东地震台北确实超摇 专家做出了解释 它地震波从盆地的边缘 硬的那个岩石 进来这个沉积层的时候 地震波会进来但是出不去 前气象局长辛在勤表示 地震波进入较硬的菲律宾海板 一路向北传递 菲律宾海板就要结石 震波传递的时候损失能量小 也传得比较快 所以台北感受明显 前地震中心主任郭凯文表示 地震周期通常要看超过100年 921地震跟上个大地震 相隔273年 这回918地震刚好落在9月 难道是周期缩短 我认为只是巧合啦 就是说因为事实上也隔了二十几年了嘛 那也并不是每年的921 那个都会有什么大地震发生 918大地震震出许多巧合 不要以为震央不在台北 就可以掉以轻心 盆地效应加上菲律宾板块坚硬 其他地区仍然可能造成灾情 记者陈志炼 网易仲台北报导 我是陈志炼 从踩在风灾的摊方断桥 到卫星云图背后的天气预报 棚内棚外的采访播报经验 持续冲击火花 督促我报导真相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小铃铛哦